加拿大沃泰华佛光童军团 日前举办了线上开映的典礼 不少的孩子们透过视讯来连线 正式成为佛光童军的一员 而除了透过童军团 陪伴孩子们成长之外 美东三好儿童的教学主 也举办了线上的讨论会 二十多名的法师还有老师们 一同针对青少年的教育 及时广义 透过视讯各自在家中 选读童军誓言 手里还拿着加拿大枫叶国旗 家长替孩子戴上黄色领巾 这一刻终于正式成为 沃泰华佛光童军团议员 加入行三好四给行列 要知道我们的佛光童军 最核心最重要要学习的 一定是成为一个懂得三好的儿童 懂得四给的儿童 其实在疫情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也完成了在家里的授贤和宣誓的仪式 让这次开音仪式非常的圆满 疫情下沃泰华佛光童军团 把开音典礼搬到云端 孩子们带着佛光人满满祝福 开心踏上佛光童军生涯 祝此我们今天讲到一个非常刺激的话题 青少年 砍砍而谈青少年教育问题 来自美国纽约 纽泽西 北卡 还有加拿大沃泰华和满地克 二十多位老师和法师 一同在线上集思广益 如何陪伴青少年 度过迷惘青春期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的人生观 他自然到离开这个年龄层 去到大学了 即便同学叫他如何 他心中都有一个数 我们是在做一个上游的工作 用过法师呼吁要从上游做起 让正确观念从小扎根 美东三号儿童教学组 举办这场线上讨论会 运用佛法智慧投入教育工作 要用正向力量 倾引孩子健康长大 原位是总和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